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咱们继续学习第四小节 企业劳动合同管理 还有我们的劳动争议处理 企业劳动合同 这跟我们日常生活 应该是息息相关 我相信各位学员 肯定都已经是从业人员了 从业人员的话 就会涉及到跟企业签劳动合同 所以从这一点讲 那么有关我们跟自身 合同权益相关的信息 咱们学一学 还是挺有用处的 但是另一块 我们从分值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你想整个T7章的平均分 大概是10到15分 我们一共匹到四个小节当中去 那第四小节里面 它大概出分 是不是也就大概就是什么呀 我们说了3到5分的一个概念 3到5分 但是这3到5分 大家可以翻一下教材 这本身所占了大量的篇幅 因为它是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 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思路出发 这个小节 彭老师告诉你的 你就好好去看一下 其他的如果真考到了 咱们就直接就断舍离 你就把它给弃掉就算了 要不然你去背诵记忆 大部分的这种文字规定 它不一定能考上 但是经常会考到的几个点 咱们抓住 3到5分里面我们只要砸中3分 剩下的我们直接甩掉 这样的话 把更多的精力放到 我们汇出案例分析的地方 把我们前面的那些重点部分去学一学 是不是效率更高啊 所以我们在第四小节的时候 抓住我给大家标黄的字体部分 给大家强调的部分 就够了 就够了 来先看一下了 有关企业合同 企业劳动合同 它的概念知道一下 这个合同相当于是企业跟员工之间签的一个契约书 所以是要双方通过这个契约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的一种协议 好上来先看第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要求凡是彼此之间确立了劳动关系就应该签订我们的企业劳动合同 这是明确的啊 要签劳动合同的 你建立了就应该签订劳动合同 而且这个劳动合同啊 我们说了有口头表达的呀 也有书面的 那到底是口头的就行了呢 还是一定要书面的 一定要签订书面的 如果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 但是你又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那我们法律上就给予了你的保护 应该自用工之日起多长时间呢 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合同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 这个关系是自用工之日起就要建立 也就是法律给你的保护 用工单位跟你要是建立起了劳动关系的话 一个月之内就应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好再来看看有些注意的 我们的劳动合同是确定双方劳动关系的凭证啊 咱们经常看到一些劳动的纠纷 就是因为虽然签了劳动合同 或者说有时候没签劳动合同 出了问题 那么用工方就想免责 就想甩包是不是 所以劳动合同对于我们的劳动人民 是很好的一种保护 是法律的保障 所以呢它本身这个劳动合同的制度啊 是一个制度是确立双方关系的一个基本制度 所以也是我们通过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手段工具 是处理争议的手段 是对劳动关系的一种基础的保障 所以签合同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企业劳动合同的种类 这是一个点啊 这是容易考的一个点 首先按照合同期限分为固定的 还有无固定的 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固定的很好理解 我们现在签订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固定的 三年 五年 十年 对不对 固定期限的 双方之间在劳动合同上面 劳动关系上 把时间确定下来了 那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就是劳动合同啊 上面没有写 有效时间期限 那好了 什么情形应该定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前提 没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对企业有利 还是对劳动人民有利 当然是对劳动人民有利了 对不对 我把我的这种雇佣关系给固定下来了 所以一般企业是不愿意跟员工签无固定期限的 所以我们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么有哪些呢 这个地方啊 要注意了 首先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了 满十年以上 咱们之间就不要签什么三年五年了 直接就来一个无固定期限了 还有啊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这是说什么呀 是指咱们以前 咱们是计划经济制 那么计划经济制以下 他们彼此之间 我们啊 就不是什么关系 不是劳动合同关系 不是签的合同关系了 而是固定化的 固定化的 咱们经常嘛 像咱们的父辈都是 在一个单位 一待就是待一年 待一辈子 不是一年啊 在一个工作岗位上 一干就是一辈子 那么当这种单位 要涉及到改制的时候 把永久性的这种劳动关系 改成劳动合同的时候 在这种改制过程中 如果劳动者在这个用人单位已经连续满十年了 而且呢 或者是据他的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那么我们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我们改 改成劳动合同 好你的合同也是无固定期限的 其实是对于这种年龄稍大的这些用工人员 一种保护 对不对 如果联系定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那我们彼此再来定立第三次 就应该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啊 还有另外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如果满一年都没有跟劳动者定立书面的劳动合同 但是彼此之间是保持这种劳动关系 那我们就默认了啊 就默认 视为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已经定立的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这里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强制保护 你不是不跟人家签吗 可以啊 一年之内你用人家 但是你还不跟人家签书面的合同 好 相当于你跟人家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后面出了任何事 你全部都要负责任 所以啊 这里面呢 劳动合同法就规定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它的签订的情形 签订的情形 首先 我们呢是双方可以协商 对吧 我们意愿的真实意愿的表达 是签订无固定期限的 那OK了 那就双方就没有疑义 还有一个是符合三种法定的情形 用人单位就必须跟他签无固定期限的合同 这个合同的情形 到时候再来说 事实劳动关系 如果超过一年 你不签订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是 就默认你们双方是存在着这种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 那你看这种三种法定情形 到底是什么情形呢 我们这不是已经讲了吗 一二三 对不对 这里面直接告知了 好了那么第三种类的合同 种类是什么呀 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比如 比如 我跟你签的呢 是 比如说我们是一些建筑单位 我的这种包工项目 是完成这栋大楼的建筑 当这个建筑建筑完成了 建筑完成了 那我跟建筑工人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合同关系 是不是就到此结束啊 所以是完成一定工作任务啊 你看适用于建筑铁路交通 水利工程 工程结束了 咱们之间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就结束了 那么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工作时长 工作时长 我们可以分为全日制的和非全日制的 来看一下法律法规对时间上的一个具体规定 全日制 确实像我们理解的是全天都要工作 那这个全天到底是24小时 还是8小时啊 我们说了啊 同一个用人单位 每日工作时间40个小时以上 8小时以下 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 这种叫做全日制的劳动合同 那非全日制呢 那肯定就是没达到每日8小时 也就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每周的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一种用工形式 时间啊 凡是数据上的内容 咱们都要留一个心 那非全日制劳动合同 有一些注意的问题 有什么呢 双方可以定立口头协议啊 非全日制 每天工作时间是比较少的 记住我的举例 比如说小时工 你像啊 我要定一个小时工到我们家来收拾 那是不是就按照他收拾了多长时间来计费 人家给我的报价 一小时 比如说100块钱 那我就看他工作了几个小时 那你想我聘一个小时工到我家来打扫 我还跟人家签个书面合同 没有的 我们是口头约定好 一小时100块 对不对 可以定立口头约定 那么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 是可以在一天之内 去好几家给人打扫卫生的呀 所以他可以跟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单位去定立劳动合同关系的 后定立的肯定是不能影响前面的 你不能说我在你家活干到一半了 我急着让你接 因为我下面还有一家 那你可以以此为什么 要求他打折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是有注意的 那么非全日制的用工双方不可以约定试用期 哦他一共才在我这干两小时 我让人家说你得让我试用你一个小时 这是不合适的 对不对 不可以有试用期 随时可以通知对方终止 终止的时候呢 也无需向劳动者去支付经济的补偿 所以这个双方的权利对等的 我不需要提前控制你 我说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那么你要是不来了 我作为部主 我要是不让你来了 对不对 我说不让你来了 你也不用来了 而且我还不给你补偿 那么非全日制用工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小时工资标准 我们是有规定的 你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是不可以低于那个的 然后这个支付周期也不得超过15日啊 这个时间上可得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问你 连续如果你在一个用人单位工作了满10年 我们应该定立什么 定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再看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多长时间 如果都不跟劳动者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那我们就视为你的用工单位跟我们的劳动者之间签立的是无固定期限 那是一年一年之内都不给人家签的话 那我们就要保护这些劳动者了 再看 企业劳动合同的定立在定立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原则自己刻后去看一下啊 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诚实守信的 那么平等自愿 这都是好理解的 双方没有欺骗 没有欺诈 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而且是自愿 你不能说我拿把枪指着你 你必须跟我签 那这是胁迫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的啊 趁人之危 这种合同是自动失效的 协商一致的 那么协商一致肯定就是平等自愿唯一的一个表达形式啊 而且要诚实守信 彼此之间是坦诚的 那我们定立的程序 这个也是可以快速理解一下 先是提议呗 彼此我们觉得还不错 那行嘞 那我希望你明天就能来上班 咱们来看一下快速把合同定下来吧 那我们就承诺了要约对不对 协商对于工作的内容啊 具体的要件啊 我们多少工资啊 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工作地点 咱们都可以谈嘛 然后最终咱们把合同给签订下来 那来看企业合同的条款内容 这个地方哎 又要注意一下了 企业合同的内容里面 劳动者你应该付出什么 对吧 你应该做到你要做的 所以是劳动者的义务 首先是劳动给付 你作为劳动者 企业聘请你来是让你干活 所以我们的首要义务 你要干活啊 你的给付的范围啊 时间地点 那么还有忠诚 有一个忠诚的义务 你不能心在曹营身在汉啊 对吧 你应该保守用人单位 各方面的秘密 特别是一些商业秘密 你说我 从你这打工 我的目的就是把你的这些内容 倒为己有 然后怎么样 到业内去卖掉 那不行 你成商业间谍了 人家可以起诉你的 那么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 你应该服从企业它的安排 而且要爱护原材料 你给人家造成了这样的经济损失 可不是要赔的吗 还有一些随负的义务 你的代工个人责任呢 或者是不能履行 不能完全履行 你要赔偿 再看企业的义务是什么 企业最主要的义务 劳动者最主要的义务 是给你干活了 那企业最主要的义务 对吧 人家在你这干活 然后你这个工作环境 特别的恶劣 特别的险要 容易让员工受伤 这也是不行的 而且要提供劳动条件 你让人家干活 你得有工作的场所 你得有适合的工作的 这个具体的操作工具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场所 有设备去给他提供便利 提供劳动保护设备 那么给付劳动和给付劳动报酬 这是双方最主要的义务 那么其他的这些都是次要义务 好 再看合同的条款 法定条款和约定条款 这也是一个重点 我要求大家要分清楚 哪里是法定的 哪里是约定的 也就是哪些是我们的合同之间 必须应该涵盖的内容 你可以啊 我们学完了以后 你去查一下 你跟企业之间的劳动合同 如果里面没有这个 你可以去仲裁 去找麻烦了 来看一下 法定条款 那就是通过劳动合同法 给予你法律上的保护 凡是签合同里面 必须应该有的条款 那有什么呀 首先 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 那人家会最后签字盖章那一栏 有你的名称 对吧 你要签字确认 那么也应该有相应的代表人 还有他的公司的名称住址 要体现在那 对吧 双方的这些相应信息 身份核对的信息 然后要规定劳动的期限 对吧 我们的既然有长期的短期的 我们有时间长短的一个区分 所以在合同上要看清楚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你的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 时间休假 给多少钱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 请你记住 这里的社会保险 是最基本的三险 三险一金 就是我们在劳动法里面 给进行保护的 企业最起码最低的 你应该给员工上的保险 还有提供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 职业危害的防护啊 还有我们一些规定的 应该在劳动合同中 要登陆的一些事项 这是法定条款 那来看看约定条款有哪些啊 也就是双方之间可以约谈的 是你们自己可以进行约束的 第一个就是试用期 不同的职位 不同的这个相应的单位啊 对于试用期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有一年 有六个月 那么还有三个月 甚至还有一周 对不对 这是可以双方谈 那你记住了 如果是在试用期 劳动者对于这个企业不满意了 我不想跟你在这干了 我要解除之间的合同 怎么办啊 请你提前三天通知诱人单位 提前三天 如果你的试用期超过规定期限了 企业对超过的期限 你应该按照非试用期的工资标准 去支付工资的 第二个 是否提供培训 提供什么样的培训 这是双方可以谈 以及还有一些是保守商业秘密 和敬业限制的条款 那么这是分行业 分你的工作种类的 你像一些大众性的 就无所谓什么商业秘密 那人家也不会有这种条款 那么对于一些特别敏感的 一些职位啊 或者敏感的一些层级 工作层级 那他就需要 你不能够 你在我这干了 几年之内 从我这走了以后 比如说两年之内 你不可以从事相关行业的 跟我来进行竞争 因为你拥有我的商业秘密 这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种限制啊 不得从事同类业务的 敬业限制 人家是有期限的 不得超过两年 你说你这再商业秘密 你拴了人 人从你这走了 拴了人 人家五年 不许参加同业 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不对 给你个期限 然后还有一些 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 补充的 你像我们这个本身 三险里面 基本的这些险要 是要求的啊 你像我们的最基本的 这个医疗保险 是要求企业给员工上的 但是还有补充医疗保险 这就不是强制要求 那么还有一些 是可以双方约定的 那就比如说 第二职业的限制啊 归还物品的约定啊 等等 双方认为有必要的内容 好了 那我们的劳动形势 我们要求是书面的 当然了 对于非全日制的 我们是同意 可以接受口头的 是不是 好了 无效的企业合同 无效 什么时候是无效的呢 我们说一个合同有效 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哪个什么 首先是签订的主体 内容形式 定理程序 都应该是合法的 这些内容都是要合法的 你的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 肯定是里面具备 或不完全具备 它的法定有效要件呗 如果这其中有部分不具备 那么肯定其他具备的 那还是有效的 不具备的这部分呢 它把它无效啊 所以无效合同三类 如果你是欺诈 胁迫手段的 你骗人家去签订的 这个合同 你说它有效吗 没效力 还有 在这个合同里面 你的企业净规定了 劳动者你应该做 得得得得得 做出这么多 但是对自己 没有要求 你免除了自己的 法定责任 你该对员工的 这种安全保护 你没能做到 对不起 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以及这个合同本身 就是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 那么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 那么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的处理 这个呢 我们就大致看一下 就可以了 一个呢 是全部无效 还是部分无效啊 全部无效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就确定 它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如果是部分无效 有效的部分 还要继续执行 无效的部分 咱们就把它进行排 叫做仲裁 或者是进行审理 就可以了 确定它无效 还要分清 造成无效合同 它的责任 造成的损失 要分清责任的轻重 你是返还呢 还是赔偿啊 你就相应的 来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安排 好了 那么有关合同的履行 和变更 合同的履行呢 那就是实现 我们劳动过程的行为 变更 允许变更 双方在 权利益 这个意思正确 表达的情织下 我们想要有好协商 变更合同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我们更多的是 需要关注 合同的解除 终止里面 企业劳动合同的解除 包含两方面 一个是法定解除 一个是协商 协商解除 不用有什么意义 咱们双方觉得 工作时间差不太多了 我不想在这干了 或者企业我不想聘你了 咱们是可以解除的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 是法定解除 看一下啊 你看这说了双方协商解除 劳动者提出来了 一般的企业是不用支付 经济赔偿金的 但是如果企业提出来的话 那么企业一般是要向劳动者 去提支付一部分的经济补偿 如果是劳动者担风 解除劳动合同 是不是你提出来 我不想在你这干了 行企业不用给你解除 不用给你的劳动补偿 但是一般 咱们是正式员工的情况下 请你提前30天告知企业 这样的话企业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准备来让你进行工作交接 如果是试用期 咱们刚才说了是三天 还有企业如果违法再签 再签的话 劳动者可以解除 当然用人单位如果有下列情形 劳动者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怎么样呢 他没按劳动合同约定 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 或者你没有及时支付劳动报酬 也可以解除 或者你没给人家缴付社会保险费 还有你的规章制度 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 还有我们用人单位 采用的是欺诈胁迫手段 你本身这个合同 就不是一个合法成立合同 当然是无效的了 以及其他的一些规定 劳动者可以解除的情况 那么非常情况下 劳动者解除合同 是不需要提前通知企业的 什么是非常情况下呀 比如说出现了强迫劳动 冒险作业 这些非常情况 强迫劳动 我不愿意去做这项工作 而且本身会给我带来人生危险 你强迫我去做 好 我们之间的劳动关系可以解除 好 再看 前面说的是 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 咱们再来介绍 企业也其实可以单方解除的 企业单方解除 刚才说了 如果是企业说了 我不想再聘用你了 你是要给劳动者去支付 一定经济补偿的 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过失 企业完全可以解除 也就是劳动者在主观上是有严重失误的 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有过失 适用期间就被证明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或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我们要求不得迟到早退 好 你一个月真正正点来的时间就两天 其他天天迟到 那不行 他可以以此为要求 让你怎么样 给你解除合同 或者你严重失职 赢私舞弊 给单位造成损失了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 还跟其他的用人单位 在签订合同了 你完成不了我这儿的 那对不起 我跟你这儿 咱们就别有劳动关系了 或者是人员 我们的劳动人员 采用欺诈胁迫手段 称人之威 使得用人单位 人家不想给你签 你非让人家给你签 这种时候合同是无效的 还有啊 如果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了 你这个我们的劳动人员啊 直接被法律机关 相关机关给拘了 进监狱了 好 那你的劳动合同 咱们就可以作废了 那么企业在上面 所说的这些情形下 解除合同 就不需要给 是不需要提前通知的 不需要提前通知的 而且也不得去解除 就是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这种法律限制 而且呢解除完了以后 也不用给这个相应的劳动人员 给他经济补偿 那么前面介绍的是 劳动者有主观上的这种过失 好 第二种是 劳动者没有过失啊 没有主观的这种犯错行为 那么企业因为你自己经营不善了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吗 可以的啊 主观上没有 客观上发生变化了 你看一下 企业如果你不想聘用它了 请你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告知劳动者本人 也就是即便是你不想要它了 你也得让人家再多干30天 或者你额外支付它一个月的工资 你就可以解除 你看一下啊 有下列情形 我们就试用这种情况 有什么情形呢 你劳动者生病了 或者不是因为工作 你受伤了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以后啊 你已经恢复了 但是呢你没办法再从事原有的工作了 而且我即便是给你另外其他安排的工作 你也不能胜任的 或者是劳动者本身就不能胜任 我交给你的工作呀 我培训了 调整工作岗位了 还是不能胜任的 以及劳动合同定例的时候 依据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 比如咱们之间签的是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 我们要说是建筑这个大楼 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 但是最终我作为聘用方用人单位 我没能拿下这个大楼的建筑项目 那你想我跟你还能继续保持这种劳动合同关系吗 肯定就不行了 对不对 协商嘛 可以 可以进行解除的 发生上述三种情况 可以解除 但是提前30天通知 或者你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 是不是 给他进行经济补偿 第三种就是裁员 你自己经营不善了 那我用不了这么多人 可以 只要满足条件可以 还有一个是企业不得解除合同的情形 不得解除 那你看看 这就是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了 比如 你从事了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你没有进行离港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比如说我们的经常的那种矿工 对不对 矿工很容易 触发的职业病就是陈肺 那你在离港之前 你没有进行肺部阴影的一个检查的话 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 你正在诊断期间 就医观察期间 你企业就把它开掉了 你不想支付他的这些保险的医疗费用 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 还有啊 在本单位患了职业病或者是因工负伤 对吧 我因为在你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 给我造成了这个受伤的话 确认了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 那你现在要跟我解除劳动关系 可以吗 不可以 或者患病 非因工负伤 但是呢 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了 或者是自己身体上有病了 但是在规定的医疗期限内 人家正在养病呢 正在养伤呢 你把人家给辞了 这也是不可以的 那么还有对女员工的一个保护 在孕期产期扑入期 那么企业就不得解除 跟劳动者之间的合同关系 还有啊 你在这个工作单位 连续工作满15年了 据法定退休年龄也不足5年的 不可以随便就给你解除关系 还有一些规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企业就是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的六种情形 但如果出现了 劳动者在主观意识上有过失 企业仍然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那我们解除它的程序是什么样呢 要提前书面告知 给你30天的时间 征求工会意见的进行经济补偿啊 你大致知道一下呗 那我们的经济补偿的标准是要知道 这跟咱们的切身利益是相关联的 就取决于劳动者在本企业 工作年限还有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之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水平 看看你的就是在解除工资之前 你这12个月的平均工资水平 他算出来的这个平均数 就应该是他补偿给你的这多一个月的经济补偿 好了那么劳动合同的终止前面说的是撤销 那我们也有终止期满这不就自动终止了吗 还有啊你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或者是劳动者死亡了啊 死亡的情况或者企业破产了企业被调向营业执照了 还有一些其他规定的情形那劳动合同自然就终止了 那我们终止的程序这个大致了解一下就行了 提前通知三日天内通知啊 那么终止应该是支付经济补偿的 而且要办理相关的手续 来我们有终止劳动合同 大家合作的挺好 还可以怎么样继续签订啊 双方协生签订 那么如果有下列情形 必须继续签订我们的劳动合同 那你看一下什么情形啊 其实就等同于不得解除合同的情形 这在前面也是讲过了 那么各位学员自己课后去看一下 等同于在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 不可以解除嘛 所以在这里面是必须延续嘛 必须续定一个意思 好再看第二大部分 前面讲到的都是企业劳动合同的管理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根据我们的劳动争议 发生争议了怎么处理啊 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普遍的 那我们中间因为劳动关系 或者是相处当中 或者对于合同有双方意见上的一个不同 那我们就会产生争议啊 那我们就要求相关机构帮我们进行解决 那么劳动争议的种类可以按照人数不同 10人是否10人以上呢 10人以上就是集体 以下就是个别呗 那我们在争议的时候处理的基本原则 主要还是着重调解 因为毕竟可能我们调解完了以后 你这个劳动人员还可以继续在原用工单位进行工作呀 而且查清事实的基础上 那我们就要依法处理了 在适用的法律面前是一律平等的 那具体的处理方式 记住几个大方向就行了 先是嘛我们说了是注重协商 所以先是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 不满意或者不愿意协商 那我们再来进行调解 由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再不能继续解决以后不能履行 我们可以申请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仲裁完了以后仲裁结果拒绝了 我们还可以诉讼 所以这是逐步递进的一个过程 解决劳动争议 那么在协商调解过程中 看一下啊要注意些什么 这些点要考的几率就大大下降了 所以呢我们过的大概我讲的也很粗略 各位学员感兴趣呢自己课后去看一下 要不然为了这一两分 你看这么多内容 其实是不太值当的 你看一下啊遵守的规定 可以通过跟另一方约见面谈 也可以是工会参与的 也可以是协商 另一方呢应该积极做出回应 如果你在五天之内不回应 我们说就认为你不愿意协商 然后呢协商的期限是双方约定的 你可以延长协商达成一致了 那我们就签订书面的和解协议 如果发生了劳动争议 我又不愿意协商或者是协商不成 或者是协商达成协议以后 一方根本就拒不履行 怎么办 我们就走下一步 咱们就调解啊 申请调解 你也可以直接跨过去调解 咱们就申请政裁了 那么来看一下调解 争议的调解机构可以是什么型呢 大型的应该依法设立调解委员会 中小型小微型的企业 可以那也可以设立调解委员会啊 那么调解的原则 平等自愿合法公正及时的一个原则 调解的程序和期限 程序上先是准备 然后开始调解 实施 然后终止 就这么几个阶段了 那你看啊 申请调解的时候 应该是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你自身权利 被侵害制止起 三十日之内 你就应该提出申请 那么调解委员会 接到了调解申请以后 三日内 三日内通知他 不愿意调解的 三天之内通知 四日之内 做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申请约定 那么这个调解过程 三十日之内结束 三十日之内结束 如果自发生中意起 六十日内 你可以向仲裁委员会 去申请仲裁的 好 我们调解完了以后 进一步就是仲裁 仲裁嘛 就由专门的仲裁委员会 他来对 孰对孰错 来进行最终的一个评价 所以程序和司法程序相比 是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 你走司法程序 这耽误的时间和精力 就大了去了 那么仲裁机构 劳动中意仲裁委员会 还可以有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以及仲裁厅都可以 那我们的仲裁委员会 会有哪些人员组成呢 当然有劳动的行政部门组成 还有同级工会的代表 以及还有企业方面的代表 都可以组成 那么这些具体的注意内容 自己课后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看一下 还有它的管辖区域 自己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有关仲裁的回避制度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可以讲一下的 仲裁员 对吧 我们组成仲裁委员会 那么仲裁员如果有下列情形的话 我们说你就不适合继续再当仲裁员 你就应该回避这个仲裁的事件了 来看一下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当事人 或者跟当事人啊 是近亲属关系 那你就应该主动回避 而且或者是跟本爱有利害关系的 你也不应该参与进来 要不然就会有偏向性 你自己本身跟当事人代理人 有比较紧密的关系 能找到其中的关系线 会影响公众裁决 仲裁的 你也不适合 还有你私自会见了当事人代理人 或者是接受了他们的请客送礼的 那你就是收受贿赂了呗 肯定也不适合 应该申请回避 那我们的仲裁实效呢 知道你的权利被侵害的一年之内啊 一年之内可以申请仲裁 期限届满 你就丧失保护了 期限到达了以后 你再去要求仲裁 可以不予受理的 那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仲裁调节 调节完了以后 如果你反悔 拒不履行我们之间的调节的结果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及时进行裁决的 来看一下仲裁裁决的效力 对于仲裁裁决不服 你可以收到裁决 这个裁决书15日内呢 向人民法院咱们就提起诉讼了 还有一个 你服啊 你也认了这个仲裁啊 但是你拒不履行 怎么办 那我们另一方 当事人可以向法院 要求强制执行 或者是对你提起诉讼 那么 执争议仲裁的程序 立案 裁决和结案 这个期限也知道一下啊 我们的仲裁厅 处理企业的这个劳动争议 自组成仲裁厅日企业 45日之内应该结束 好了 再看最后一步就是诉讼了 那这个诉讼呢 咱们就过得速度更快点了 就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 你我们双方仲裁了呀 你不服仲裁 对不对 那行 咱们来诉讼 或者说 你同意仲裁了 但是你拒不执行 咱们也可以诉讼 所以包含这么一些呀 有法律 法院要求你强制执行 或者是说 咱们交由法院来评判 数度数错 所以啊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劳动争议案件范围 这个可以注意 什么叫做劳动争议案件 对吧 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是劳动争议呢 首先是双方 是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 发生了纠纷 那么劳动者和企业之间 你没有定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是确实又存在着 事实的关系 发生纠纷 好 人民法院受理 还有劳动者退休了 与尚未参加 社会保险统筹的原企业呀 你去追索了养老金 医疗费呀 工伤啊 保险费去发生了纠纷 咱们也算 劳动争议案件 还有啊 企业和劳动者 因为劳动关系 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 咱们来掰执不清楚了啊 争论不休 是否要给我经济补偿 始终无法达成 这个相同的认识 那咱们是可以受理的 还有劳动者跟企业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以后 那么比如说要求企业 你应该返还收取的 订金啊 保证金啊 抵押呀 抵押物啊 咱们出现争议了 你也可以进行起诉 这是归劳动争议 还有劳动者因为工商职业病 请求企业你应该承担一部分的 这个工商保险待遇的 但是企业不给 咱们这也算是劳动争议 好了 但是有一些纠纷 不属于劳动争议 那么你即便是因为这个去起诉 你是不能以劳动争议这种名这样的一个 这个抬头去进行起诉的 看看 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 这是不行的 这不属于劳动纠纷 劳动争议 那劳动者与企业因为住房制度改革 产生的公有住房转让的纠纷 还有劳动者对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的商产等级 鉴定结论呢 对职业病的这个鉴定结论 他的职业病诊断结果有意义的这种纠纷 还有家庭个人跟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这不叫劳动争议 个体工匠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 农村的承包经营户跟受雇人之间的纠纷 都不能称之为叫劳动争议 你不能以劳动争议这样的借口 去找法院去提起诉讼 那我们的诉讼案件的管辖 这个大致知道一下就行了 自己课后去看 在这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时效 时效知道一下 自收到裁决书15日之内 你如果是对仲裁不满意 收到15日之内 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但是你又不起诉 又不履行裁决的 另一方就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来这里面有关 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一个规定呢 课后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不做额外的要求 那么对于案件的审理 案件审理 如果你增加诉讼要求的 是不可分的 可以合并审理 对应的这些内容呢 自己课后看 我们也不做特殊要求 有关诉讼案件的执行 那肯定啊 应该要可以强制执行 根据裁定 也可以有一些情况是不予执行的 看一下吧 自己课后去进行补充 好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快速的把第四小节的内容 带大家梳理了一下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文字内容是非常多的 那么希望大家还是本着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这种原则 我强调的一些部分经常会考到的 咱们就看一下吧 其余的大量的这种文字描述 有精力的学员去读一下 比如说读一下老师的这个讲义 或者读一下教材 精力不够的我们就直接甩掉 因为你看了半天 就为了挣这一分两分 实在不值当 还不如把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前面章节的一些关键公式去好好练一练呢 好了 那么有关第七章 咱们就快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谢谢大家收听 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